各位同学好 欢迎你来选修这个课程 我们这个课程的名称叫做海洋旅行文学 接下来简单为各位介绍一下 老师及这课程的安排 那首先我们想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开课的老师叫做罗中展 那你可以在学校的分机235通识中心找到我 我的email是底下这个网址 我的办公室呢是在Q205 欢迎你有问题的时候到这个办公室来找到我 那首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课程叫做海洋旅行文学 那它的学分数是两个学分 基本上呢这个课程我们希望在 整个安排上是希望同学了解到旅行文学 以及海洋文学这两组的概念 以及它所不同的这个学习范畴 那我们也想跟各位介绍一下 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 那我们对海岛产生出来的海洋文化 我们有什么样的认识 我们希望你对文学的作品 配合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认识 做这样的一个学习 同时也希望各位你在这个课程当中 培养出欣赏跟海洋有关的影片 跟海洋有关的音乐 跟海洋这个主题相关的议题的这样的一个学习 那希望你能够充分的享受到人文旅行的乐趣 好那我们这个课程的宗旨很简单 就是希望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培养下 希望我们的同学有海洋文化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我们希望同学对海洋环境有认识 我们才会有海洋的这样的远景 建立海洋观的这个文化社会 这样的一个心思让我们建立这个课程 那我们的学习目标很简单 我们就希望各位学到旅行文学跟海洋文学 这两组的大概念 我们也希望各位了解到现今 对旅行文学对海洋文学创作的 以及它的发展的状况 那我们在这个课程学习当中 我们希望同学你能够在从阅读里面 体会面对自己的历程 因为同学你在学习 看别人的文本 你也可以学习来创作 那希望你从欣赏不同文类的 这样的一个作品里边 体会到自己能够创作 自己能够从事 对这样的一个议题去做关心 那我们最希望培养出来的 就是同学对文学作品欣赏 以及阅读的能力 这就是我们的学习态度 那我们希望各位来学习的同学是哪些人呢 我们希望是主要是给日间部试剂的同学 进修部试剂的同学 那其他有兴趣的同学 你也可以来这个自行选修来学习 好 那我们需要聚会什么样的程度呢 希望你至少要有高中中文阅读能力 这样就简单就可以了 我们希望你对文学作品有学习的热忱 我们期许你成为一个不怕阅读的人 这个课程呢需要你阅读很多的文本 需要你阅读很多的影片 所以一定要不怕阅读 好 那我们的学习方法呢很简单 希望你照我们的课程规划 按照线上的课程逐一进行 那除了请你积极的参与各项学习活动 按照进度观看课程 然后做练习 接下来在课后希望 如果你在课后习题有观念上 还是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发email给老师 或是在我们面试的时间 跟老师一起做讨论 得到适当的解答 我们的安排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简单给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大概有18周的课程 我们第9周是期中考 18周是期末考 这是固定的 其他的时间呢 像第一个单元 我们开始跟各位介绍的是 这个课程进行的方式 希望各位对我们的这个课程 评分的标准 以及作业缴交的时间 有一定的这个认识 接下来我们第二周开始 我们就进入我们的课程 我们从开始介绍 为什么要旅行 那我们为什么先从西方的 这个文学历史开始谈呢 因为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概念 来自西方的比来自这个 中国来要来得多 那海洋文学它的范畴是什么 我们也跟各位介绍一下 在这样的一个课程里边 你可以看到哪些影片 可以看到哪些的这个 好的文本 同时我们要请各位开始 逐一参加我们每周的 这个线上讨论 接下来我们第三周的时候 就希望各位能够一次 学习两个单元 学习这两个单元是经典在握 以及航向东方 就是希望同学看到 传统古典的作品 那透过这个传统古典作品里边 去了解到 在古代旅行文学 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 那我们希望各位 用不同的角度来看 用非西方的角度来看到的 海上活动有哪些 所以我们这个星期呢 就请各位去看看 有一个有趣的电影 叫星巴达 这个就是一个非西方的角度 看到的海洋作品 那我们也请各位参与 我们的线上测验 跟线上讨论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改变世界航路 就是讲达尔文跟华莱士 他们的自然之旅 讲到综合四海 这个单元的时候 我们希望跟各位介绍的是 海盗的行径 我们也请各位一起来读一读 金银岛 读冰讯漂流记 格列佛游记 他的文本 以及他们被改编成电影的样貌 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 第五周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希望跟台 跟台湾开始做连结 我们就跟各位介绍一下 在明清时期 台海的这个海盗 那以及它的影响 同时呢 我们也开始看看 怎么样在海上生活去找到自己 这就是我们追寻之旅 要跟各位介绍的 我们介绍的文本是 白金记 雪鱼之旅 以及冰岛渔夫 这几个主要的文本 这个课程之后也是有测验 跟线上讨论 要请大家去做 接下来我们第六周 就是介绍生命 自旅 那这样的一个旅行 我们请各位看到一个代表的文本 就是老人与海 我们请各位看到 杰克伦敦跟海明威 这两个不同时期的作家 可是他们对生命的追求是一致的 他们所表现的这个热情 我们可以好好的学习 那我们也请各位看一看 什么叫做丰富生活之行 因为今天我们世界上很多的物种 是经过航海这样的一个过程 把它移动的 那早期的人对面包的追求 对橡胶的追求 造成了很多的这个海上航程 那各位可以看一看 这样的一个故事 以及它所改编成的电影 我们到第七周的时候 是希望看一看 为追求真意真理的 这样的一个学习 它在海上的代表人物有哪些呢 有发现有见真 那从这个中国出发到西方去求精 也看到有别的国家的人 他们渡海到中国来学习 那这就是我们这两个单元 想要跟各位讨论的 接下来呢 到了第八周 我们会为各位做一下 这个前期的课程单元复习 我们希望各位在这个礼拜里 里边把你上半学期 所学习到有疑问的地方 可以拿出来跟老师一起做讨论 因为我们第九周 接着就是考期中考 期中考之后呢 我们要请各位开始进入 跟台湾比较相关的这个单元 当我远扬呢 就是介绍元代的汪大渊 介绍明代的郑和 那介绍他们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期是当中国称霸海上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各位了解一下 唐山渡海来台湾 除了人来了以后 还有谁 因为有一位伟大的妈祖 那妈祖的祭祀 今天在台湾 是这个非常的 这个风行 所以我们希望各位了解一下 先人渡海来台 以及他遭遇的种种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一周 我们就希望各位学到 郁永和来台湾 他在这个清朝初年的时候 看到台湾是什么样一个情景 在三百年前的台湾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 我们也希望各位看一看 十七世纪的时候 西方人路过台湾 对台湾所做的记录 同时我们也希望各位看一下 黄春明先生的作品 黄春明先生的作品 《看海的日子》呢 这本书 我们可以做 以它作为一个起点来讨论 那讨论跟着 这样的一个 由台湾的角度来看海 看海洋主题的文学作品是哪些 接下来十二周 我们希望各位看一下 这个台湾为主题的海洋活动 有哪些 接下来我们希望各位也能够了解到海洋旅行 除了带来了这个不同的交换以外 物种的交换 植物的交换 这样的一个 丰富生命的 这样的一个旅行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以及我们也想请各位了解一下 我们的自然环境是非常脆弱的 这个星期呢 各位就要进行到第十一次的讨论 以及线上测验 接下来十四周 我们想跟各位介绍是 西方文学作品里边一个非常 具代表性的作家叫康拉德 那康拉德以海洋为主题的这个著作呢 非常的多 也非常有代表性 所以我们请各位来学习他的作品 接下来我们想跟各位说的是 在海上航行一定要靠经纬度 那经纬度到底怎么来的 国际标准时怎么样确立的 就是我们这两个单元 希望跟各位做的讨论 你可以看到第十五周 我们想跟各位讨论是 随手停告的港湾 那这个单元 我们希望跟你讨论 时下可以见得到的 这个跟海洋相关的这个畅销小说 那他不见得是英美的作品 我找了有西班牙的作品 有阿根廷的作品 我们来看看不同的国家的人 对海洋这个主题 它是什么样的叙述 十六周 我们希望跟各位谈一件事情 叫做找到回家的路 那出去海上旅行 总要回家 那怎么找到回家的路 这就是我们希望在这个星期 跟各位做的这个讨论 那这个星期我们也希望你开始来回顾我们的课程 那第十七周 我们把全学期的课跟各位再做一次复习 也请各位准时的做线上的测验跟作业 第十八周我们就考试了 那希望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有系统的学习之下 你都会得到丰富的这个成果 同学对这门课程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评分 怎么样的这个评 那这边给各位看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们每一个活动都有计分 所以呢希望各位每个单元都能够加参与 那我们的期中考占总成绩的百分之三十 期末考百分之四十 那你所有的这个线上活动呢都在计分当中 希望各位不要耽误了 那也希望各位你的学习是圆满 当你有兴趣再做进一步的学习呢 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你想学习的话 跟这个课程相关的主题是有台湾文学 有西洋文学 你可以看看历史学 如果你对这个课程的延伸你还有兴趣 你可以多了解一点海洋生态 你也可以了解一下自然生态 也希望你对全球化这样的一个议题 有更多的这个投入 这样的一个进行跟这样的引导 希望你都有丰富的这个收获 希望你的学习是快乐跟圆满的 好谢谢各位